没钱还要装大方 终究只能是自取其辱 我婆婆就是这样的人 但我不惯着她 就让她喝洗北风去吧 和她家那不知廉耻的八口人 婆婆欺负我 算是欺负错了人 有钱的硬气 她学不来 大家快看看啊 我儿媳妇把我们一家给撵出门了 不笑啊 婆婆再也不违装了 露出了青面疗痒 在大年三十那天坐在冰天雪地里哭诉 周围还站着她家的八口人 而我也不示弱 拿起了大喇叭就朝楼下喊去 我把婆婆赶出了门 还有她带来的她家亲戚 婆婆太过分了 我不打算忍了 我与老公大学相识 毕了业就结婚了 我家是做生意的 爸妈从小就对我疼爱有加 加上家庭条件优渥 我对钱一直没概念 老公家是公务员家庭 虽不及我家大富大贵 但生活条件也能够保证 恋爱时候我对老公很是着迷 所以年纪轻轻便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虽然两家父母对我们都是祝福的 但是我妈却一直对我婆婆有些意见 我妈说 婆婆从内往外看上的就不是我这个人 而是我们家的钱 我说那怎么可能 婆婆也是小富婆 不会见钱眼开 可怎么也没有想到 我妈竟真的一语成衬了 婚前婆婆曾答应给我和老公买一套婚房 但到现在都还没有兑现 我和老公住的是我爸我妈给我买的房子 房子写的是我妈的名字 但婆婆不知道 我妈让我别跟婆婆说 说如果问起就说写的是我名 我也这样做了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婆婆总会时不时地过来我们婚房 这里瞧瞧 那里看看 提起婚房 婆婆说因为公公之前把钱都放在了股票上 目前还没拿出来 需要等等 我不甚在意 对了雅韩 今年啊 我和他爸准备去医院做个体检 雅韩是我 婆婆又停顿了 我知道这是婆婆让我拿钱的意思 这已经是第七回了 这是钱 说着 我把一张卡定了过去 对于婆婆要钱的这种行为 我已经懒得与他争辩 我不差这点钱 老婆 你觉得要不要让家长和我们一起住 老公不是第一次跟我提起这个话题 他早就有这个想法 只不过我从没给过他肯定的答复 老公这么说也是有原因的 我们住的是小别墅 空间很大 可以啊 我从来没说过不行啊 我都是保持中立 这一次我同意了 我想看看他究竟要干嘛 老公听到我肯定的答复之后 整个人激动的过来吻了我一下 你怎么这么兴奋 我可是有要求的 你说老婆 你有什么要求 老公看着我 我爸我妈也给住进来 我平静但坚定的说了出来 老公听了我的话后 整个人脸都搭烂了下来 怎么 这有什么不行吗 你爸妈和我爸妈住在一起 很方便的 老婆 但这种是不是不大好呀 我不作声 那你稍等我一下 老公拿起手机 走了 老公给婆婆打电话去了 老公每次给婆婆打电话都是这样一番殊辞 老公是个妈宝男 做什么决定都要问婆婆 只要婆婆一生气 老公铁定顺着婆婆的意思 已经很多次了 我心知肚明 公公和婆婆住进来了 我爸我妈还没 我爸我妈最近去旅游了 要大概一个月才能回来 哎呀呀韩 我们家建君真是好福气啊 找了你这么个能干的儿媳妇 建君是我老公 婆婆又开始吹捧我 我不能干 主要是我爸妈能干 不过我不傻 我纠正婆婆的言辞错误 同时陪着笑 自从婆婆经常以各种由头管我要钱的时候开始 我就有些厌烦了 我妈说的没错 婆婆就是看上了我们家的钱 我把房子里的各个角落都安装了摄像头 我妈告诉我的 本来我认为安不安摄像头没什么 因为怎么说我们也是一家人 没必要谁防着谁 直到我听到了婆婆与公公在房间里的对话 我承认 我妈很有先见之明 家门口还是那么多人吗 可不是 都怪你 怎么那么贪 如果不投那么多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 这么多钱要怎么办 现在家都回不去 那你说怎么办吗 现在都是这个样子了 儿子还不知道 如果等她知道了可就完了 现在就一个办法了 让两个孩子离婚 现在这个房子是儿媳妇的 离了婚咱们能分走一半 就这一个招了 婆婆让我和老公离婚 来分走我一半的财产 听伯伯话的意思 公公应该是炒股亏了钱 而且还被追债的找上了门 来我们家 主要是避避风头 还有贪图我的财产 我妈是正确的 我不会让婆婆得逞 我主动去找了老公 跟她提出了离婚 妈 你说这是为什么 亚含怎么突然跟我说要离婚了 我躲在一旁 看着手机里的监控 老公正如气如素地跟公公和婆婆说着 婆婆似乎也没料到我会有这么一招 整个人愣住了 还是公公开启了话题 亚含有说为什么吗 她说 我们两个不合财 和我在一起之后就没能攒下钱 我们两个很不合适 我明显看到婆婆的嘴角抽动了一下 我分明就是在说她 公公和婆婆也意识到了 对视了一眼 妈 亚含不会真的要和我离婚吧 要不然你们就离开这吧 你们又不是没有自己的房子 我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非要住进来 老公不知道事情的内幕 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公公和婆婆听后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简单安慰下老公就让她离开了 其实老公一直都不错 对我也好 只是以前的我没有意识到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 才走进了这样的漩涡 现在我清醒了 我最好的朋友在银行 我跟他打听了公公目前的状况 很不乐观 公公因为投资失败已经成为了失信人 而且还有两百多万的欠款 这已经有两年了 老公不知情 但是我却成为了骗局中代载的羔羊 我需要我爸妈的帮助 婆婆是12月初搬进来的 已经在我家住了快两周了 今年过年早 再有个两周也要过年了 那时候我爸妈就会结束旅行 回到我家 一切都要在那个时候有个结果 婆婆又行动了 她找到了我 雅韩 建军她阿姨今宁过来咱们这边旅游 而且会旅游好几天 你看能不能让他们过来咱们家一起住啊 房间也够用 正好人多热闹 我知道这是婆婆用来促使我离婚的手段 但我答应下来了 因为我也有了自己的打算 好啊没问题都来家里住吧 婆婆也惊讶于我会这么快的同意 但还是笑着点了点头 春节到了老公的阿姨果然到了 只不过并不像婆婆当初说的那样 只是一个人 阿姨一家都来了 算上我老公公公和婆婆家里一共九口人老公阿姨来的第二天我爸妈也回家了看到家里这么多人我爸妈也惊到了你有毛病吧王家里带这么多人我妈忍不住把我叫到一边轻声呵斥我拿出手机找到那天公婆的对话记录也拿出了朋友给我找的公公的债务情况给我妈看 离婚必须离婚这事没有商量 还没等我妈说话 我爸就出生了我爸要我离婚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知道我会离婚的而且就在今年春节从看到公公的债务清单之后我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我不会和这样家庭的孩子共度余生的况且婆婆也没有真把我当做一家人只是贪图我的钱我会离婚的我不扶贫爸妈支持我而且帮我准备了离婚协议以及所有我需要的东西 春节当天婆婆似乎一直在寻找我的底线要不就是让老公阿姨家的小孩大吵大闹打翻我的化妆品要不就是一家八口人反复变换花样的催我生孩子这确实都是我会非常生气的点但是一想到等下一切都会有结果我平静了下来婆婆见我一直不生气便直接出言不逊 亚韩你一直不说话是不是不能生气啊如果你不能生的话也别耽误我们家建军啊还有啊以后你们两个生活都要威治别让建军给你乱花钱尽管我爸妈还在婆婆说的话也一点没有含糊建军一直在不停地打圆场但丝毫没有效果我起身回到了我的房间 我拿了证据出来早在几天前我妈就说婆婆会来这一招这几天我去医院做了个检查也证明我可以正常怀孕其次还将婆婆和公公私下里说的话分别做成了视频和音频保存老公我们必须要离婚这是没得商量 你愿就愿你的爸妈吧我把检查记录摆在了公婆面前也将视频在我家的电视上投了评同时离婚协议也被我放在了老公的面前这回不止建军看到了建军阿姨那一大家子人也都看到了平时最要脸面的公婆面子上挂不住了脸一阵清一阵白我告诉你房子根本就不是我女儿的名字 而是我的名字所以你们是得不到一分钱的我爸妈也过来了而且把房产证上的人名展示给了公公和婆婆说完话后我爸妈直接让公司里的保安板老公那一大家子人赶了出去东西也全丢了出去你可真狠啊自己的公公婆婆都能赶出去大家快来看看啊不孝子女啊婆婆索性也不要了脸面直接坐到的上开始哭 我也毫不客气拿起一旁早就准备好的大喇叭这些视频我手里都有备份如果你不想在你同事面前抬不起头来的话就让你儿子签好字然后赶快离开我的话很有作用他们一大家子人走了一周不到我收到了离婚协议书我摆脱了结婚不找吗宝男别做恋爱呢门当户对也要在真正了解的前提下这都是我学的教训 我学的教训